在临床上有的时候患者会来看病的时候 会自述我心动过缓 或者我们检查了之后确实发现心动过缓 那么一般的来讲 我们目前把一个人的正常的心跳 定为每分钟50到90次 那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 在白天静系状态下 50次以上的心率都是可以的 那么低于50次 我们通常称为痘心心动过缓 当然在夜间的时候也可能还会更低 因为夜间睡眠了以后 迷走神经兴奋 可能有段会在40次 甚至还会更低 但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重点的是要看病人的情况 病人的其他的一些相关因素 比如说一个老年人出现了心动过缓 同时他会出现一些临床表现 比如说头晕 眩晕 有黑蒙 甚至有那种晕厥的症状的情况 另外呢 还有可能他出现一些严重的乏困 肢体的无力 像这种情况都是属于 这个病毒综合征 严重心动过缓 所出现的相应的临床表现 这里呢 应该到医院去进一步的检查 可能需要植入心脏起泊器 那么心脏起泊器植入了以后 我们把心跳调到60次几次以上的话 病人症状就明显就改善了 那么治疗效果很好 还有一些呢 可能会抱一些心动过缓 那么但是病人没有临床的表现 他既没有头晕 也没有晕厥 也没有身体乏困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通过检查 病人心理不是很慢情况下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观察 水访 根据他的病情的进展来决定 另外呢 心动过缓的病人 我们通常是要做一个动态心电图 也就是所谓的Houter 因为作为Houter 他记录你24小时的一个 长程的心电图 包括白天的 尤其是夜间的心率 来看夜间最慢的时候 心率的次数是多少 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诊断 以及下一步的治疗选择 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值得强调的是 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可能心跳也慢 可能在50次左右 但是呢 有的时候我们的心电图会给他 报一个心动过缓 但是如果是一个很健康的年轻人 没有任何的感觉 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话 这种是我们基本上 视为一个健康人群 是不需要服用特殊的药物和治疗 仔细要观察 因为我们的研究都发现 有些年轻人如果长期进行 那个大负荷的运动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长期跑步 或者做一些体力活动的人 他通常心跳是慢的 比如说我们很多马拉松运动员 心跳都是很慢 但是呢 这种慢呢 可能是一种健康的慢 对病人没有什么很大的障碍 我们是需要进行观察和水诊的 就可以了 就是如果心动过缓 但是病人并没有临床表现 就是说他没有头晕 也没有眩晕 更没有晕厥 也不发困 那么他各种运动 各种活动 各种生活状态 是可以正常进行的 是不需要特殊的来考虑 或者是治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